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台南一名林姓男子在永康区的超商购物时 看到旁边有女子经过立刻尾随跟上做出了不当行为 而过程都被超商店员募集立刻报案处理 远警到场后查看林姓男子手机果然发现了犯案证据 而林姓男子也懊悔表示自己是一时冲动 最后被依妨碍秘密追送版 超商柜台前一名男子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因为稍早前他对一名女子做出不当行为 远警到场询问时男子似乎对自己行为感到懊悔 不断结巴解释自己只是一时冲动 事发在19号傍晚5点多 台南一名林姓男子到永康区某间超商购物时 看到一名女子从旁边走过便为随跟上 假装自己也要买东西趁机做出不当行为 而整个过程刚好被超商店员亲眼目睹 店员立刻上前制止林姓男子并报警处理 远警或报到场后查看林姓男子手机果然发现犯案证据 当下林姓男子也懊悔表示 自己是一时冲动才做出不当行为 一时冲动却娘下大祸 现在也要为自己行为负责 只是女子出门买个东西 遇到这种事情受到惊吓之外 肯定也很不舒服 记住黄富奇才能报导